好 这两天国际意外频传 我们接着要来带您关心 在6号凌晨 一列运输原油的列车 在加拿大魁北克省东部的湖滨小镇 梅刚蒂克湖镇中心脱轨 四节装满原油的高压油罐车厢 发生了猛烈的爆炸 摧毁了数十间的房屋 有上千位的居民被疏散 到星期天为止 我们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是已经知道有5人死亡 40多人失踪 目前估计死亡人数还会继续上升 出事列车属于蒙特罗棉英州 及大西洋铁路公司 列车一共有73节车厢 其中油罐车厢装载数千加轮原油 5号深夜停在梅刚蒂克湖镇 西边12公里外的纳提斯镇上 出事时列车司机已经轮值下班 同时在梅刚蒂克湖镇上的 一家旅馆内休息 因此列车司机先锁定刹车后 离开 但是列车的空气制动器 不知道是否在此时失灵 随后这班列车开始向前滑动 同时在下坡处获得加速度 最终在梅刚蒂克湖镇中心附近 出轨寝附并爆炸 7月7日加拿大总理哈勒 亲自赶往现场视察 当地警方发言人向媒体通报 到7日下午事故现场的大火尚未完全扑灭 仍有一些油罐温度很高 随时有可能发生新的爆炸 因此疏散了附近约2000位居民 发言人说 现在已经找到5具遗体 都因为严重烧毁而无法辨识身份 目前被送到蒙特勒进行DNA检验 目前仍有约40人失踪 因为现场仍有可能产生新的爆炸 而未能开展搜救 目前警方正在询问这名列车司机 但警方表示 要推测事故起因和经过 还为时过早 加拿大联邦运输安全委员会 将负责本次事故技术层面的调查 包括检查刹车 轨道以及列车机械方面的状况 新唐人记者白蓝 叶文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